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杨幂晒出自己飘发的背影照,新发色隐期待。 作为当之无愧的时尚女王,杨幂一直走在潮流的前端,自然她的发色也是多变,每一款染发发型都很有杨幂本人的特色,不仅时髦,还很有少女感。 2月19日晚上杨幂晒出自己正在飘发的照片,仅仅一张背影照就冲上了热搜榜,引起大家的热议。 钟爱各种假发片的大秘密,终于去飘发了。 看到照片的第一眼就很很羡慕了这个发亮,有粉丝猜测这是杨幂新电影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的造型。 这部悬疑喜剧中杨幂扮演的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反派,所以染发也是为了更好的服务角色。 能不能演并交反派呀? 真的好期待。 看到这张背影照,真的羡慕秘密的发亮,不知道这次会染一个什么颜色呢? 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看到杨幂的飘发后的造型了。 前段时间刚被紫色发色的杨幂惊艳道,只见戴着黑色口罩的杨幂穿着毛绒绒的白色外套,手拿糖葫芦,一副娇小的样子哪里看得出已经是八岁孩子的妈了。 杨幂忠爱各种发色的假发片,一些神奇的发色在她头上就很潮,仿佛二次元的角色走入了现实。 漂亮姐姐就要尽情的搞自己的头发呀,什么颜色都能够完美驾驭,真的很爱。 人间调色盘杨幂,就是说大美女什么发色都好惊艳,不要吝啬自己的美貌,请多多自拍吧。 看看杨幂不同时期的各类发色,她真的感觉一点没变,普通人在这个年龄段还能有这样的状态,真的做梦都会笑醒。 这姐确实是有颜韧性,什么发色都能驾驭,惊艳的造型永远在下一次。 众所周知姐的颜值就在那,之前染的发色都很惊艳,美这方面就没出过错。 真被杨幂蓝色短发美到了,回顾杨幂不同时期的各类发色,讲真她状态越来越好。 作为演员的杨幂为了拍戏基本都不会染发,真的是火九剑可以看到姐姐去飘发。 据悉是为了新电影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做的造型,该影片由丁盛指导,杨幂,于谦,田宇,于矮磊,李九霄领衔主演。 这次的杨幂在个人社交平台发布了飘发的图片,为了做这个白色的头发可是真拼,足足等待了七个小时,真的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,况且还是这么一个大美女呢。 终于要极够五彩斑斓,五颜六色的发色了,杨幂这次不戴假发,直接飘发了。 看到以往的假发发色,更期待这一次成品会是什么样的,我猜蓝红粉至少会有其中一个吧,你希望看到什么发色的杨幂? 感谢您观看视频,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